好,我们原先只有接灯泡的时候,电流是10安培,那10安培总电压是12.5,那这个10安培给电阻电压是10乘上0.5,那它给它0.5全部是12.5,它给灯泡是12伏特。 那给灯泡12伏特,我先算出灯泡的电阻,灯泡电阻R,就是V3I,那V是12,I叫做10,所以灯泡的电阻是1.2安培。 好,那我还可以算出灯泡它原先功率,灯泡原先功率我就带I平方R,那I我带10平方R,我带1.2,所以算出原先功率120。 OK,那再来就是,后来这个东西它消耗的电压,因为后来的这个电流变成58,因为它把这个接上了嘛,那这个58,好,那我就算灯泡的电压,灯泡的电压就是把总电压再扣掉,扣掉这个电阻消耗电压,那电阻消耗电压是I,I是58乘上R, R是0.05,那这个是2.9,那这样算出来是9.6。 OK,那后来的这个灯泡功率,我就带V平方除以R,V是9.6平方,R我带1.2,这样算出来是76.8。 好,那76.8,120变成76.8,下降多少?下降呢43.2,所以答案我们要选43.2那一个,43.2那一个答案选D。